主席 因為偵查播放開 所以我不方便透露案情 那我跟各位說明就是說 因為時間已經很晚了 那主席他沒有辦法接受這樣的疲勞訓問 所以主席是主張說他要拒絕夜間訓問 那我想這個是有他的考驗 那檢察官認為說 可能認為說不能讓主席離開 所以就當天一直逮捕 那後續我們會跟台北議員申請提審 由把關來確認這一次的逮捕是合法 以上謝謝 明天大概什麼時候開始 靜靜聲 鄉民加油 先生 家對 幸好 旁邊馬 等一下 хл ung 讓他請 天 好